我们要制作一个工具类 那么这个工具类是干嘛的呀 是一个数组工具类 Barray 2 然后呢 它里面定义这样的方法 获取数组工的最大值 数组的一个便利 数组的一个反转 那这些我们之前 之前是不是都学过呀 好 那现在咱们就要做这么一个数据工具类 然后现在呢 我们在外面单独写这么一个类 不跟这个测试类写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一会我要单独用它 那么其实我们在真正开发的时候 你就比如说在这里面 咱们是不是有两个类 一个基本的类 Demo 咱们一个测试类 对不对 那么这两个类其实在开发的时候 都是在写在不同的原文件里面的 就你最好开发的时候不写在一起 那现在我们为什么写在一起 是不是让你上下看着方便 也是方便一点 好 那么现在呢 咱们就把它单独定义出来 单独定义出来 我们要做这么几个方法 我们来看一看啊 把这个拷贝出来 好 复制 要做这么几个方法 它叫OR2对不对 C-R-O-Y-P-O-O-L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获取最大值 那么数组中获取最大值咋写的呢 记不记得我讲那个原外爷 取女学的那个故事 比如招亲 来看啊 获取最大值 那获取最大值呢 我们就来一个Public 然后呢 在这里面来一个INT 反复这是INT吧 然后来一个GETMAX 然后这里面要干嘛 是不是传了一个数组 INT中括号 AR2对不对 是不是要在数组中获取最大值啊 好 然后再来一个INTMAX 等于什么呢 等于AR0 跟我一起回忆一下啊 INTMAX等于AR0 然后拿着MAX跟其他的所有人 进行比较 对吧 然后记录住那个小大的 这是记录第一个元素 然后呢 变力 错 INTI就等于了1 I就等于了AR0 Learns 然后再来一个I加加 I加加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啊 从下个人开始变力 从第二个元素 第二个 元素开始变力 那么变力完之后 是不是要做比较了呀 做比较 如果 你这里面MAX 要是小于了AR0 I的话 要是小于AR0 比较 MAX与 数组中 其他的元素 比较 然后呢 比较完之后呢 MAX就怎么样 记录住那个小大的 AR2 好 记录住 记录住 小大的 然后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 时给返回 是不是就可以了 就把它给返回就行了 然后 Return这个什么 Return MAX 好 让这个 最大值 撒回 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获取 最大值 这个方法想起来了吧 然后数据变力呢 就简单了 数据变力怎么变 Public 然后呢 来一个 Void 然后呢 来一个 Print 那么这里边 我们来一个 Int 中括号 AR 好 怎么写啊 是不是直接来一个Fall就行了呀 Fall Int I就 等于了 0 然后I就 小于了 AR点 Learn 然后再来一个 I 加加 然后呢 Vitm 点 Out 点 Out 点 Print Lan 啊 变下这个 化行了 直接这样吧 然后AR I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 空格 好了 那么这个就是 数据一个变力 变力数据 变力 数据 好 数据变力比较简单啊 那数据反转怎么行啊 数据反转这么行 我们直接操作的是原数组 所以 反回这类形式 Void 然后来个Rewards Array 我就写 第三个字怎么了 A-R A-Y Rewards Array 然后这里面来个 Int 中括号 AR 好 那么数据反转 大家想一想 来 错 六个数 需要交换几次啊 是不是交换三次就可以了 一个数 是不是也是三次啊 因为中间的数数不用交换了 好 那其实也是这样的 Int i 就等于了 零 然后 i 就 较为了 A-R 点 Learns 然后除以 二 对吧 让i 加加 循环 次数 是 元素个数的一半 元素个数的一半 然后呢 大家想一想 我在这里面 A20 与谁交换 与 A12 Learns A12 点 Learn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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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1 就换 这边 就换 然后呢 A21 与这个 A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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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 Learns -1 再 -1 就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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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呢 A22 A22 与这个 A22 A22 点 Learns -1 再 -2 交换 以此类推吧 交换 好 那么这个位置 其实就 -1 再减了吗 是不是 再减0啊 好 那么它的变化 跟 这个012的变化 是不是跟后面 减的这个变化一致啊 那我们就可以写了 怎么写 印它 temp 等于 A2 I 对不对 I一开始 数为0啊 所以 我们印的temp 等于 A2 然后呢 A2 A2 等于什么 A2 通过号 A2 点 Learns L 音记 pH -1 快 点 I 然后呢 A2 A2 点 Learns -1 再 -I 就等于谁 就等于了 Time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达到了这个 数组的反转了吧 好了 我们把这三个方法做完了 三个方法做完之后呢 我找个类去测试一下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说为什么不把测试类 跟这个类写一起 因为以后我要单独用这个类 我要用这个类呢 去帮我们做成一个文档说明书 所以我把它单独放了 我们在这里面呢 再创建一个测试类 叫做DEMO1 A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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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对它进行测试 所以叫A2 好 保存 然后呢 我们叫做DEMO1 A2 A2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创建对象 创建对象 A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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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等于了 NU一个 A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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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这个创建对象 那创建对象的话 你是不是就可以调用这里面的方法了 什么getmax 什么print 什么reverse array 反转 是不是这些都可以调用了 好 那么都可以调用的话 我们这里面还差一个什么 是不是差一个数组啊 在这上面咱们先写个数组 int 中括号 arr 就等于的是 33 11 22 然后呢 66 55 44 好 这个数组 那么首先来看啊 我们来获取最值 获取最值要调用这个getmax这个方法 然后呢 它返回一个int 我就用一个int数据接收就可以了 intmax等于的是 at.getmax 对象来调用它里面的方法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要给它传个参数 getmax这里面是要接受一个数组啊 所以把谁给它就可以了 哎 把这个arr给它就可以了 然后呢 setam.out.currentline 然后打印这个max 来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能拿到最大值 编译 运行 再来看 66 没问题吧 好 获取到最大值66 没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 我来一个打印 at.这个 at.什么 是不是点print呀 print它是没有返回值的 所以我们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那print这里面 它也要接受一个数组 所以我把这个数组给它就可以了 然后我在这儿 来一个分割线 setam.out.currentline 好 来定义 进行 大家看 能看到这意思吗 说把里面的数值全变利了 33112665544 都变利了 好 那我们再来一个反转 隔开 然后呢 我们来一个叫做反转后 反转后 反转是哪个哪个方法 at.revaray reverse array 这里面传一个ar 这个叫做获取最值 获取最值 这个叫做打印 打印 这个叫做反转 反转 好了 我们来编译形象 编译 进行 大家看啊 呃 我们在这里面 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个结果啊 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个结果 反转后 那么没有打印 然后在上面的这条线又跑上面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这打印之后啊 你在这打印之后 他说没有换行啊 没有换行就导致了我这条线 说跑上面去了 好 那你可以怎么样 先来一个换行 好 先来换行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中华线 然后这个反转后 你反转了之后 没有输出 所以呢 他就没有结果 对不对 那你反转之后应该怎么样 对这个方法再次啊 调用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能明白这次吧 好 来编译 不行 再来看 那么现在呢 他这个这条线 是不是就跑下面了 因为你在这里面没有换行 但是我给你加了一个换行 他就跑下面了 然后反转后 那我们输出的结果是 4455662133 能看明白吧 但是 大家看一看啊 我在这里面 是不是有这么多的方法呀 那么这些方法呢 都是属于我们的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的数据工业类的某个功能 那这些方法 我们都把它定义成非静态的 也就意味着 这边我需要创建对象 再去做的 那如果我把这些方法 都定义成静态的 那你是不是就省一个事啊 省什么事了呀 是不是就不用再去创建对象了呀 来 你看 这些方法 我都给定义成静态的 TIC ST TIC 好 那么这个定义成静态的 复制 这也定义成静态的 好 这也定义成静态的 错识 那现在把这三个方法 我都定义成静态的了 对吧 然后来到这里来 那咱们就不用这么费事了 说每次要创建对象 对不对 比如说我现在想定义 其中任意一个方法 要定义的是 便利 A R A Y 然后呢 T O O T O O L A R A T O 这写错了 对吧 来 编译 好 运行 33112665544 没问题吧 直接类名点就可以了 但是 这里面还有一点 但是 什么但是呢 如果你这里面 一个类中 所有的方法 都是静态的 那你需要再多做一步 如果 如果一个类中 所有的方法 都是静态的 那么 需要 再 多做一步 多做一什么呢 叫做私有 构造方法 P I V A T 然后A R A Y A R A T 这步就叫做 私有 构造方法 有朋友问了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如果你不私有 构造方法 那么有的人 他可能就脑残一点 说你虽然这里面 所有方法都是静态 那我就非要创建对象 我创建完对象呢 我再通过对象 来调用你这些静态方法 可不可以用对象 来调用静态方法 可以的 那么现在 我把构造方法 给你私有了 你还能不能访问到 我构造方法了 你访问不到 我构造方法 你还能创建成功吗 好 大家再来看 我把这一块 给你打开 就这一句 看能不能创建成功 来 编译 大家看怎么了 说go 那么forway2 可以在forway2中访问 因为他已经是私有的了 所以大家已经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如果一个类中 所有的方法 都会静态的 我们一定要多做一步 就是把构造方法 私有 那目的是 不让其他类 来创建本类对象 那么直接用类名点调用 即可 好了 那么这就是咱们的一个工具类的使用 在工具类中 所有的方法都是精彩的 好 那现在咱们把这个支点保存一下 咱们把环食中进行 能绩作出